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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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没有给毛利苏默在底线腾出手的机会 一直是被齐布尔科瓦所压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键时刻 一发发上 为自己呢 追平了比赛 关键时刻 一发发上 为自己呢 追平了比赛 现在是齐布尔科瓦的一个局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看正拍在半场出手 弱点还是比较深的 齐布尔科瓦正拍想打直线 稍微有一点勉强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齐布尔科瓦尽管在场面上占据主动 一直呢 是强行的在保持这种进攻的态势 但是在进攻当中 他的非射波性的失误也是比较多 相反 我们看马尔斯梦呢 尽管是处于手势 但是呢 底线他的回球呢 始终是非常的稳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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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齐布尔科娃的这个步法 脚步啊 帮了大忙 嗯 马尔苏莫反拍切 那这板球呢是一个短球 但是我们看齐布尔科娃上来的非常快 脚架到位啊 非常的早 而且呢 他可以说 没有说是广是弯腰啊 整个的这个膝盖呢 完全的下蹲了 嗯 保持拍面的这种稳定 今天呢 马尔苏莫我觉得他打的很聪明 一是天气呢 有很大的这个风干扰 再一个我觉得呢 他在这个变化上 落点跟旋转的变化上 确实也是打乱了齐布尔科娃这个进攻的节奏 嗯 那反拍下选 正拍有时候拉出前列的上选 这种组合 一边的这个身材呢 比较矮 一米六一 刚才张胜也提到 所以呢 马尔苏莫在这个回球当中 一旦就是说 被动情况下 拉出这种高球 让对手呢 也是很难能借力的 对 因为这种上悬球落地 我弹跳的很高 到了齐布尔科娃肩部左右这个位置 齐布尔科娃的正反 他的合力 都会有一定的困难 这球齐布尔科娃呢 是一个内角的A4 但是现在好像是摩尔斯默要求挑战 现场鹰眼的回放有一点慢 我们再看一下 没有问题 应该是一个内角的A4 这个A3呢 是拉在了线上 function 在前面的对视频上面 要连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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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伯科娃这一分打得很兴奋 一旦有机会还是压制住马尔斯默的反派 大家一看到马尔斯默的反派 一旦遇到对手回球较深的位置的时候 他很难发挥出他这种应有的威力 齐伯科娃在今年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凶猛 在多哈他当时是打建了半决赛 在年初的多哈 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战胜了大威廉姆斯 而且还战胜了卫士精灵施奈德 这是WTA的一项一级赛 他是打建了八强 斯默的一级赛是输给了拉德万斯卡 当时在多哈齐伯科娃一战成名 他拍的能力确实非常全面 在底线在往前都是具有相当好的水准 我们看刚刚是看准机会来到往前 反拍的低节机拍面控制得非常好 这手的高球非常有质量 所以在较深的位置上 马尔斯默的出手还是显得有点谨慎 给对手的下一个机会 所以就是说像马尔斯默这种 能利用上网得分的女选手来讲 在当今女子网台还是少数 像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俄罗斯的选手 比如说他们都喜欢在底线 有机会也是有很好的机会才会来到往前 马尔斯默的往前他确实是不错 在女选手当中能拥有马尔斯默 这样的往前能力的人不多 像大V像毛尔斯默 小V像以前像刚刚推的海宁 他们的往前能力都是不错 这个在女选手当中是不多见的 具备这样能力也使用 他们在这个机会情况下降低了这种得分的风险 其实往往在这个底线或者是中后场 用大力的抽击去想赢得一分 是现在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样一来这个风险其实也凭你来到往前 这个风险要气数要大 双发出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